哈囉 你好 我是克雷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在上次的戰火武將身高派行矮格斯片裡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真實身高與傳統印象相差甚大 而這集要來介紹的正是那些身型魁梧的知名武將 影片中也會告訴大家其中的前幾名分別是哪些人物喔 先前有向大家分享過 目前衡量武將身高較可行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由出土的遺骨測量得知 另一種則是從深淺的師傅甲咒來推算 再不然就只能從劉存的軍紀書籍傳說異化來窺見他們的身高了 而這些較不精確的創作會以作者的主觀喜好等因素產生差異 可信度上達了不少折扣 因立場或政治考量而在武將身高的魁梧程度上大吹特吹的情況一直實有所聞 繼而導致有不少查物物證 文献記載 又疑似碰轰的說法 實際的情況還請大家斟酌判斷了 首先是名列劍月七本槍的加藤輕震 傳聞加藤輕震非常的高大 身高6尺3吋 約莫191公分 另一派說法則認為 以其生前留下的假授來推算 輕震頂多只有160公分左右 其中的差異可能與他頭上的那頂高帽有關 根據輕震記的記載 藏污帽子行兜本為武將酒鬼加龍所持有 秀吉派平攻打朝鮮騎先才將這頂帽子讓與加藤輕震 戴上帽子的輕震 便看起來高人一等 威風淋漓 身高存在著正義的武將 還有先前詢問度很高的本多忠聖 現今網路流傳的文章裡時常提及 忠聖號稱日本的張飛 作戰勇猛非凡 身高卻僅在140公分上下 藉此來調侃或是增添上幾分傳奇性 然而這個說法並沒有太多可信的依據 較可能是曾有文章引用了推算後較為矮笑的結果 繼而被放大解讀以而傳而後的產物 那麼這位堪稱一生沒有受過傷的某獎 真實身高又是如何呢? 從忠聖生前留下的知名甲咒黑丸微動玩巨竹測量得知 甲咒的洞高為39公分 洞回為122.5公分 知道了長度後 我們又要拿出正宗比例詞來比對了 上一集介紹過 伊達正宗以以鼓來計算 身高為159.4公分 他所留下的甲咒黑七五眉洞巨竹 洞高為38公分 中聖的甲咒洞高又比齊高了1公分 由此可知本多中聖應該略高於正宗一些 估算的結果大概落在163公分上下 在當時算是平均之上的身高 有別於前述的正義 名聲響蕩蕩的第六天魔王資田信長的身高倒是肯定許多 版天主教傳教士弗洛伊斯的描述 1569年他第一次與二條城見到信長時 36歲的信長是個燒手 中等身高 臉上留有少許鬍鬚的男子 當時歐洲人平均身高約為167公分 和日本人的平均值相差了將近10公分左右 佛洛伊斯所稱的中等身高可能是採用了當時外國人的標準 換言之 信長的身高大概落在165-170公分之間 不單單參照描述 這個高度也得到了其他層面的證實 現今京都大德市中存有一座木造之田信長座像 為信長一周年祭日時以等身大的比例製作而成 從中亦可得出170公分的身高 而以信長現存的甲咒肖像化來推算 結果均是與上述的區間相去不遠 相較其他欠缺資料的武將 信長的身高算是相當具公信力的推測了 要在局勢千變萬化的戰果時代生存 懂得戰隊可說是不可不點的技能 緊接著要介紹的真是兩名很會探風向的武將 發跡至信長小型的前田麗佳曾擔任過赤母一眾的隊長 從她留下的黃金甲咒回推 麗佳的身長落在178-182公分之間 是個不折不扣的高個子呢 同時也是目前存有可信物證的戰果武將中身高數一數二的人物 在生涯的後半 麗佳放棄追隨已久的柴田聖家 轉而歸順秀吉輝下 其對局勢的精準判斷造就了後來加賀凡的百萬彈基業 同樣都是以戰隊文明的小早川秀秋 得到的評價就大不相同了 關於他身高的描述隨著他不堪的評價產生了種種風評被害 在德川家康奪取天下的官員之戰中 本為西軍一員的秀秋卻在戰況焦灼之際轉頭向友軍發動攻擊 叛變的舉動立馬促使一票武將跟風倒閣加入東軍 成為整場戰役中至關重要的轉捩點 戰後秀秋雖然得到家康的封上 其背叛的行徑依舊受盡眾人嘲諷 以致消沉的他便以酒色來逃避現實 不出短短兩年即抑鬱而亡 然而世人黑秀秋的腳步並沒有隨著他離世而停下 京都瑞雲院的墓所存有一尊可能為秀秋等生大的墓像 測量後身高約為150公分 此外墓像的面容還以哭臉的方式來呈現 看起來能有多衰就有多衰 不禁讓人懷疑起製作時的動機 身高的數據同樣也讓人產生疑慮 道士東京靖國神社留有一具稱為小早川秀秋的假奏 按此副紫密威厄眉洞劇組來推算 他的身高則落在180公分上下 若是這幅假奏真為秀秋所使用 那麼這名爭議十足的武將或許並非前面所提及的矮笑 真實情況與傳說異化有違和之處的 還有被家康徹底剷除的封城秀赖 秀赖為戰國三節封城秀集的愛子 也是他唯一一個成長茁壯且繼承封城家大片江山的兒子 根據軍紀書籍明涼紅泛的紀錄 秀赖的身長為65吋約197公分上下 體重更達驚人的43罐161公斤 在長者救狼兵衛晚年口述而成的史料長者文書裡 稱封城秀赖為舉世無雙的胖子 他那婉羅香鋪麗士般的身形與矮獸的秀吉可說是站在光譜的兩個極端 如同營養缺乏與過剩的對照組合 有研究指出秀赖的母親茶茶亂肖像話來推算為168公分 在戰國時期算是非常高挑的女性了 秀赖的身高很可能就是遺傳至母親一方 不過這些壯得嚇死人的紀錄卻受到後人的懷疑 日本醫師小田達明所著作的《日本史有名人的身體測定》一書中 以秀赖的肖像話來推測認為他頂多180公分 體重80公斤 而現存的甲肘似乎也印證了這個推論 那為何明良紅泛要將他塑造成巨人般的形象呢? 其中的寫作動機挺值得深究一番 坊間流傳著秀吉好色卻苦無止事 導致艾切莎莎給他戴綠帽的說法 明良紅泛正是基於這則傳聞 可能對秀赖的諸多面向進行改變 將他塑造的非同常人 有派說法認為此書採用了秀赖並非秀吉所侵生的論點 特意將秀赖描寫的異常高大 不同於秀吉能讓上述說法更具說服力 既而隱晦地表達秀赖的統治正當性不足 另一方面可以為奪取天下的德川幕府抬轎 引出秀赖雖不平庸但家康更加優秀的論述 若是出於寫作時夾帶私貨的心態 將其描寫為197公分的壯漢也就不足為奇了 上述的這些武將至少有假軸來判斷真實的身高 接下來的武將大部分僅有耶識的文獻記載 也因此讓他們的身高染上一抹傳奇色彩 成唐高普為戰國時代末期的名將 先後侍奉過前景長政、封城秀吉、德川家康等親民祖君 其竹城上的才能更是與家庭親政並稱戰國兩大竹城名人 他憑藉著官員之戰的戰功和修竹江戶神的攻擊成為德川家的重臣 是家康臨終之計時唯一隨時在測的外漾大名 根據藤堂高虎驅師時的紀錄 他的椅還為62吋188公分 身上留有無數的傷痕 甚至有幾隻手指連指甲都沒有 是名身經百戰的高個子武將 最後讓我們來講講就會知名的戰國武將裡 身高最魁梧的前三位吧 第三名 災藤翼龍 他是美濃複蛇災藤道山的長子 傳言災藤翼龍身高195公分 此身形可能遺傳至187公分的母親聖芳野 聖芳野由美濃國第一的美女之稱 原為當地守護大名 吐其賴翼的愛妾 早年相當看重災藤道山才華的賴翼 便將聖芳野施餘道山 加入災藤家不久後 聖芳野便生下了翼龍 喜霍靈兒本為一間喜事 卻因為實際上的巧合讓街頭巷尾流傳著 其為吐其賴翼一夫子的閒話 翼龍對於紳士之謎十有存疑 加上本身與道山之間親子關係險惡 在有被廢敵的可能下 最後釀成了親手是腹的悲劇 上述的故事最初記載於美濃國諸家系譜當中 這本書即是在200多年後的江戶時代才編寸而成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可信度不高 當中關於翼龍195公分的身高自然也跟著受到懷疑 第二名 甄炳直龍 甄炳直龍為大明招商市底下的武將 以驚人的身形和怪力聞名 傳聞他的身高有200公分 體重超過250公斤 配有一把名為太郎太刀的大太刀 光是刀刃的部分就有221公分 重達4.5公斤 這把數一數二的巨大名刀在直龍死後被奉納在熱田神宮 學者們從上頭發現不少刀劍碰撞時留下的損傷 確定此刀曾經經歷不少實戰 而非作為儀式之用而打造 招商史摩奇記載 將軍逐立一招為了尋找能協助他上落的有力大明 來到招商市的一聖古作客 一招早已聽聞直龍的威名 便想親眼見識看看是不是真有兩把刷子 直龍被點名後 不慌不忙的拿起手中的太郎太刀 輕輕鬆鬆的揮舞上數十回 還將長約四十的石頭一舉丟上一兩層樓高 現場表演的達人秀讓一招拍手讚嘆 直龍乃真正的豪傑 真柄直龍生涯的最後以其為壯烈的方式畫下句點 解穿之戰裡 直龍為了幫潰敗的招商軍擺脫追擊 與得穿四天王的本多終勝 有過一場不分勝負的一七套對決 隨後資深衝入敵軍當中 轉眼之間 由十二段構成的軍陣竟被他突破了八段之多 直到象板三兄弟向前使命抵擋才成功掏取了這名某將 不僅是身高 其非凡的戰鬥力也被後人所津津樂道 第一名 三浦義義 這名武將較為冷門 很多人可能會感到有些陌生 他是日本現存文獻書籍中記載過身高最高的人物 三浦義義為象謀三浦氏最後的家族 同時也是號稱史上第一位戰國大名北條早雲的對手 根據江湖初期的軍紀書籍北條五代紀的說法 三浦義義身高75吋227公分 以白肩製成的金碎棒作為武器 戰場上的他宛如惡鬼在世 一棒就能輕鬆敲飛五到十人 於他生涯的最後一戰裡 亡命與他聚棒之下的人數 各自高達500人起跳 不幸的是 長達三年的微城戰與父親異同的切副理事 一點一點的將這名猛將的意志消耗待機 三浦義義擊退敵人後 甚至大肆已去 選擇自刃而亡 北條早雲也完成了平定向魔國的壯舉 然而上述的說法僅出現於北條五代紀之後 創作時間早於他之前的文獻 像是北條紀等書記裡 並沒有如此戲劇性的描述 不免讓人懷疑有吹牛誇大之嫌 自然是不可盡信 講完了這些高個子武將 可能的真實身高後 我們可以發現 越有可信根據的武將 身高通常越接近常理範疇 而初次傳說異化 描述上則極盡誇張之能事 還有一些武將的身高 屬於流傳聲廣 但初出不明 或礙於篇幅不及列書的遺珠之憾 克雷會將他們統整在這個片尾的表單裡 至於可信程度有多少 就見仁見智 僅供參考了 以上就是武將的真實身高排行榜下篇 這個頻道目前還有介紹古人奇無異事的古人有八卦 以及講解戰國江戶有群文化的歷史鬥知識 喜歡的話也歡迎訂閱 或是可以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喔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克雷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明天 我們下次見 最重要的